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就是一回来就遇到这个事情 然后会很焦虑嘛 然后我又是个女孩子 我心里承受压力的能力可能不是那么好 然后就很多情绪就爆发了 然后就特别焦虑 每天大家家里不能出门 然后又担心父母 然后还会担心家里的其他人 就是压力其实蛮大 然后现在终于熬过来了 什么都好了 所以我觉得最该感谢的是自己 祝武汉越来越好